来到了早报骑行四方路线的最后一集 我们先来回顾 过去走了哪些路段 我们先走了新加坡东北部 看了石立达渔村 Jane Bias的墓碑 还有伯格安哥食堂 然后我们又沿着嘉冷河 走过嘉冷公园连道 看到古色古香的水浆庙 还有百看不腻的市区风景线 之后再从市区出发 沿着铁道走廊一路向西 听着昔日火车轰隆而过 上一堂大自然和历史课 而这一集我们一路向北 带你穿山越岭 游遍世界 最后泡个温泉好好放松 你准备好了吗 Let's cycle 北部的路线第一站 我们从Cartip地铁站出发 往Lower Selita Reserval Park的方向骑去 驾车人士也能将车子停在公园 然后开始骑行 转入一顺Ev1就会开始感受北部绿树成荫的美 骑行这一天正好雨过天晴 路上有些水蛙 骑行要特别小心 但空气里透着丝丝凉意 还有树木花草在雨后似乎释放更多的芬多金 骑行起来特别舒服 这一次我们不收集自己的打卡照 我们来收集一路上所能看到的奇花异草吧 一路往前骑行 很快就能抵达Sambawan高架桥 从高架桥上居高临下 看着下边穿流的车辆 体验骑行带来从未看过的角度和风景 再继续往前行 就会进入Mandai Road 而且很快就能看见 史里达叙许池上段美丽的风景 史里达叙许池上段 在1920年建成后 就成了许多国人的休闲圣地 也是很多人的儿时回忆 你知道吗 它也是组成中央集水区自然保护区的四个叙许池之一 这条步道比较狭窄 来往也不时有脚踏车 雨后的路面也比较湿滑 骑行这段路要特别当心 沿路往前 在转入乌鲜巴网公园连道前 会看到一个类似瀑布的打卡点 进入连道前记得来看看哦 过了马路 就会进入乌鲜巴网公园连道 这个全长1.3公里的连道 绿树成荫 有些路段放眼望去 并不像大家熟悉的新加坡 骑行到此 可以放慢脚步欣赏 需要注意的是 这段路由于与大自然很接近 所以没有射路灯 夜间骑行要特别小心 来到这里 当然不会忘记我们今天的赏花任务 你看 这是不是有点像蜂窝 或是绣球花呢 继继续骑行 过了万里车厂 往前行就进入Woodlands Avenue 12 PCN 沿着这条公园连道 一直骑行 我们往森巴网位前进 进入Canberra Link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 环游世界之旅了 从地图上来看 这一代的路名确实有趣 Canberra Route Pakistan Route Canada Route Bermuda Route Fiji Route Tasmania Route 你还看到哪些路名呢 来到这里 没有特定路线 就看你想到哪个国家逛逛 或是你想看哪种黑白洋房 没错 这里的另一个特点 就是黑白洋房林立 而且有不同的设计 有别于我们一般 所看到的黑白洋房哦 环游世界够了 我们走回Sambawang Route 沿着Canberra Sambawang PCN 往Sambawang海边骑去 早报七星四方路线 我们来到我们系列的最后一集了 So Terence 每一集都会给我们一些提示 来到最后一集 有什么你是要提醒大家的 还有几天想跟大家分享 第一就是上下一坡时 你要注意你的重心 是往前还是往后 OK 上坡的时候 重心往前 下坡的时候 重心往后 等一下啊 你的意思是上坡的时候 我是这样的 下坡的时候 我是这样的啊 不是 不是 上坡的时候 你 Shift your body weight 前面一点 哦 所以屁股要动 上坡的时候屁股要往前 对 然后下坡的时候屁股要往后 对 所以不是身体啦 身体的屁股一起 哦 一起 哦 明白了 所以这个是上坡 然后这个是下坡 哦 明白明白 OK 好 这个还是看专人的吃饭 比较专业一点点 后来看专人的吃饭 好 OK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 OK 然后 多一点是 上坡时要记得 上坡和下坡时 你必须要知道 你要用哪一个 比较不要紧的 软件 嗯 你的 软件 你的软件 上坡时 你的软件要用轻一点 嗯 所以你比较容易起入坡 下坡时 你可以用 风筋的软件 还是比较 软利重的软件 嗯 那个是 Dependent on the momentum 就是如果你的速度稍微快的话 你可能可以用重的 但是如果你下坡 没有那么快的话 你用重的那个软件 就好了 好了 明白了 非常感谢Therence 如果大家还有更多的 关于七星的问题的话呢 可以到他的facebook或Instagram 找他 拜古人 他会给大家更多的建议 等等 节目可还没结束 来到三班旺海边 另一个必访景点 就是这间Bolio House Bolio House建于1910年代 这间百年老宅 曾是英国海军军官居住的房子 也曾是英军聚餐的餐馆 而被新加坡政府接管后 现在的Bolio House 是家海鲜餐馆 也有新人选择在这里 结婚百宴 在海风和百年建筑的祝福下 许下山盟海事 吹完了海风 让我们继续前行 往三八旺另一个热门景点齐去 那就是三八旺温泉公园 转入Gumbus Avenue 不久后就能抵达三八旺温泉公园 三八旺温泉于1909年 由华裔商人舍永宫先生 在他的黄黎庄园发现 这里经过几次的重建 2020年1月份完成重建后再次开放 这一次除了设施更完善 还新建了泉水梯流池 以不同温度做区分 让公众能更好地利用泉水 由于公园没有停车场 所以骑行和步行成了来这里的最佳途径 这头有点小 你只可以放一只 它烫 它烫了 不过很舒服 感觉它很杀菌 烫了 你看有没有红了 可是好我跟你说 它的感觉是什么 如果你没有泡过它 就泡完之后 它跟在家泡热水不一样 是滑滑的 就是你脚这样的时候 你觉得好像有点肥皂的感觉 因为温泉是大自然的 有矿物质 然后有那个硫磺 我们的是硫磺泉 完成了你的OCBC cycle里数累积 那就来这里泡泡脚 好好犒赏自己吧 泡完脚 这趟行程就算结束了 可骑行前往旧近的义顺 或是卡迪地铁站 又或是可以骑行前往 史底达下段叙雪石公园 看日落 早报骑行私房路线 带你领略四趟不同的行程 看了新加坡不一样的风景 累积了超过100公里的里数 希望你的骑行行程 和我们的一样精彩 如果还有哪些好玩好奇的路段 也欢迎和我们分享 希望我们很快就能一起重行 Let's cycl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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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